这个女孩刚被送到了医院 医院就吸引来一大群流浪猫 因为女孩被恶魔附身满身尸臭尾 野猫围着女孩随时都想扑上去开垮 韩国强威十字会很快收到消息 叫来了当地最为杰出的驱魔女巫梯队 为了从恶魔手中 抢回卧床女孩的命 女巫背着牛头翩翩起舞 但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恶魔 而是所罗门72种魔神阿斯蒙蒂斯 他不仅控制着女巫吞下刀子 而且在尖叫声中 所有女巫的下半身都被鲜血染红 女巫梯队下的连忙磕头囚牢 赶紧离开这可怕的地方 原来几天前 韩国强威十字会的神父们 得知有一个异国恶灵现身在韩国 总部立即请来范蒂冈驱魔神父 他是范蒂冈驱魔人戈登 戈登顺利地抓住了恶魔 但当他想把恶魔带回去封印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场诡异的车祸 一代驱魔人当场死在车祸现场 恶灵趁机逃脱 并附身于路过的一个女孩身上 一旦被恶魔附体 恶魔就会在寄生者体内 降下一种罕见的传染病 小梅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而且身体散发出满身的尸臭味 但自从神父戈登死于车祸后 强威十字会再也没有神父敢为他驱魔 因为如果一旦驱魔失败 就会很快染上病毒惨死 看到女孩每天被苦难折磨 一个韩国祭司索尔自愿站了出来 他是强威十字会的副祭司 以及他的随从马丁 马丁精通墨西哥语 拉丁运以及英文 在使命和狗命中他们选择了正义 但在驱魔当天 索尔只在病房待了几分钟 小梅就从楼上跳了下来 幸运的是 女孩在恶魔附身的加持下 她并没有死亡 第一次交手就以失败告终 而且很快就迎来了恶魔的反噬 导致马丁每天都会做恶梦 索尔更惨 他不但做恶梦 还全身长满眉斑 索尔还告诉马丁 说两天后就是中元节了 在佛教也称为鬼节 那是殷器最重的一天 上天会在人间散播功德 这也是救女孩的唯一机会 于是第二天 马丁来到一所教堂 按照索尔的指示 他在这里录了一张祈祷的光点 然后找到一个老修士 问他借了一只童子猪 在西方神话中 猪是用来求尽恶魔的再提的 最后他来找到了院长 院长给了他一个佛郎西斯科之中 在中国这个叫镇妖灵 索尔则去找到一位巫师 他想尝试用当地的驱魔方式 能不能奏效 很快到了中元节那天 驱魔仪式在小美家中举行 打头阵的是女巫梯队 女巫背着牛头翩翩起舞 为了从恶魔手中 抢回卧床女孩的命 虽然场面是有了 但他们仍然远远低锅了 恶灵的反噬力量 恶魔只是略为一出手 女巫们全部败下阵来 他不仅控制着巫女吞下刀子 而且在尖叫声中 所有巫女的下半身 都被鲜血染红 他们只能磕头认输求饶 随后就跑得跑逃的逃 在外后场的神父知道 即将迎来一场硬仗 随后索尔带马丁进行驱魔前的祷告 他叫马丁在鼻子下面涂一些牙膏 虽然马丁很是不紧 但还是照做了 结果他一进女孩的房间 就知道为什么要涂牙膏了 虽然女孩还活着 但他的房间里却充满了尸臭味 马丁进去不到十秒就冲出来狂吐 调整好后他们开始驱魔前的准备 索尔用渣带把小美帝手脚都绑了下来 然后叫马丁在床周围撒上粗眼 这是防止恶魔逃脱用的 随着马丁点燃蜡烛 他先是用韩语面圣经 索尔则拿出一面东方照妖精 照着女孩的脸 但显然韩语的恶魔没什么用 然后到拉丁语 索尔一拿出耶稣十字架 立马就有了效果 看了女孩体内的是个西方恶魔 马丁赶紧把祈祷光碟播放 伴随着不断念读圣经 周围的灯开始逐个熄灭 周围引来无数虫子 昏迷的女孩渐渐有个动静 瞬间把祈祷光碟破坏掉 然后索尔逼问恶魔的名字 因为在西方驱魔经中 只有命名恶魔的名字 才能将其驱逐 见恶魔不肯说 还试图用言语来激怒索尔 酒精沙场的索尔自然不会被恶魔蛊惑 他先叫马丁准备好圣水 他则用圣经垫在女孩的身下 在用圣水化石 然后马丁敲响震妖鱼 恶魔口中瞬间喷出二十两血 但恶魔仍然没被逐出体外 索尔乘胜追击 掐住女孩的脖子 想窒息的感觉 把恶魔逼出来 但女孩突然用可怜的眼神看着马丁 马丁怕索尔掐死女孩 于是立刻冲过去阻止了索尔 这时恶魔慢慢坐了起来 索尔见状立马用十字架 按在恶魔头上 但恶魔突然挣脱了束缚 一把将索尔推到墙上晕倒了 然后恶魔把目光投向了马丁 马丁开始颤抖 因为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然后一只黑手抓住了马丁 马丁的手瞬间开始腐烂 一路蔓延到脖子上 恶魔还发出狗叫声 这让马丁想起来 小时候他和妹妹被一只恶狗袭击的时候 原来当年看着妹妹被狗咬死 现在他是一招被手要十年怕警生 马丁从小就怕狗 现在被这么一想 他就像个孩子一样逃了出去 这次驱魔又以失败告终 当马丁跑到街上时 他在巷子里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带着妹妹在那里哭泣 他曾经逃跑过一次 而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恶狗咬死 现在他不想因为这次逃跑 而失去了女孩 于是他又回到了索尔身边 但女孩的父亲看到女儿吐了这么多心 果断选择了报警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索尔决定用暴力把恶魔驱出来 然后马丁拿出硫磺扔进香武焚烧 索尔在童子珠身上滑破一条口 然后两人念起了驱魔圣经 蒸硫磺烟熏的影响下 恶魔终于受不了 索尔立刻加大马力 用叉子插在女孩的脖子上 然后大声喊道 此时两人仿佛化身成所命使者 恶魔终于原形毕露 得知恶魔的名字后 索尔马上用耶稣之名 把恶魔驱出女孩的身体 并打进了童子珠身上 白珠瞬间变成小黑珠 女孩得救了 马丁立刻抱起附身的珠 去完成最后一步 索尔告诉过他被附身的珠 必须在一小时内将小珠丢进海里淹死 否则就会很危险 于是马丁抱着童子珠一路狂奔 但恶魔怎么轻易束手就擒 小珠两眼发光用魔力造成车祸 马丁冒着被撞死的风险一路前行 最终艰难地撑到了汗江 此时恶魔的力量不断增强 马丁身上的病斑迅速蔓延到全身 在生死村亡之际 马丁决定牺牲自己 抱着小珠一起跳下水中 这时索尔身上的病斑开始消失 这是驱魔成功的信号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马丁也没有被淹死 他走上捡起十字架 从那时起 他就是一个合格的牧师